这位婶婶是谁啊 怎么脾气如此之差 你怀念什么 爹爹呀 喂 这位婶婶 你离我爹爹这么近做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 我爹爹是有家事的人吗 北海上军何时有了家事 三界四海如何不知 你这小偷 需要胡言乱语 好了 莫要胡闹 这位是天宫警昭殿下 清磨 她真的是你的 我一直在北海地府 从没出来过 就回爹爹带我来看神兵 想不到这般热闹 您便是天宫的警昭殿下 小池见过警昭老祖 你说谁了 你这野童竟如此放肆 我说错了吗 听说警昭老祖都两万多岁了 可我爹爹才几千岁呢 这么算起来 公主要是成婚得早 想必 儿子都和爹爹这般大了 公主爹下 自然是我的祖祖辈啊 你 同言无忌 同言无忌啊 我说错了吗 你是大孩子了 要学会礼貌待人 别人才会尊重你 方才你做的事情 我都瞧见了 我可没动手啊 爹爹一身正气 子一个帅子了得 放心 我绝不会像婶婶那样 胡作非为 如此甚好啊 你这小童 虽是上军血脉 周身上下却一点灵力都没有 想必您那母亲也不过是一介凡人 想凭借生子结先缘 当真是好盘算 公主言之有理 不过公主您身习神脉 尊贵无双 为何将是两万载 仍未威劣神威呢 我听说青池宫的后池神君 可是还未破口 就威劣上神了呢 你 猎童 竟敢一再重装本殿 看本殿怎么教训你 本君的人 本君自会管教 不劳公主动手 看在你父亲的份上 只要你肯向本殿行礼认错 本殿就原谅你 行啊 不就是行礼吗 殿下 我都是敢行这个礼 只是我怕我的礼 你说不起 你那母亲师父还不知如何卑劲 区区一礼 我有何受不起 殿下不要后悔便好 我怕你盯着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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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 有什么事 你 我怕你 我怕你 你是何人 怎么能引动天雷 我早就说过 我的灵 你说不起 你是好池 公主殿下好大的威风 本君还是头一次听说 在这三界之中 有强要受上神之礼之人 想来是 公主殿下已经忘了 上次在廖望山 被天雷责罚的滋味了 你和清木是什么关系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公主殿下 这是本君的私事 清木 清木就算平日里对我冷淡些 但从不曾如此行事 定是你对他做了什么 你若再口出狂言 本君不介意 再下一道神谕 入九重天宫 就凭你 本殿今日就让仲仙看看 你这三界上神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公主殿下 后持神君乃三界上神 你不能碰他 若你执意要如此 那就别怪本君不客气了 你要护他 那我偏不饶他 住手 父神 没事吧 后持 没想到 你已经长这么大了 天帝 既然您来了 拿着所有的事 就交由您处理吧 我清世宫一向不插足 先妖之争 方才 只不过是看不过眼罢了 后持告辞 我们走 先妖两族议和之事 本帝已与妖皇达成一致 从今日起 任何破坏两族和平之人 无论是何身份 本帝将严惩不但 谢谢天帝 方才 这在后持身边的是谁 回复神 他是儿臣的志愿 您亲自册封的北海行要上军 请勿 请勿继继继续 来 这么好的酒 这荒山野岭从哪儿拿的 东华前徒弟送过来的 这上军倒是个人情 不过今天啊 着实应该纪念一下 爹爹一身正气 怎一个帅子了得 德行 我看 今儿景昭的眼睛 像是要把我吃了似的 水果 我在人间游历时 学了一点不入流的小法术 你是 在哄我开心吗 你堂堂一切上神 又不是小孩 哪是这些甜食能够哄得到的 小时候 每当我不开心 博璇都会拿吃的哄我 你若想说说过我 我洗耳空听 若不想说 就这么坐着 也挺好的 师傅 那是什么 好强大的灵力呀 太苍神强 白绝真神的神器出世了 快 带着师弟们去半山药看看 是 师兄 这难道就是 师祖说的太苍神强 相传料旺山 乃是白绝真神 在夏季的修炼之地 此枪以火蕴养 又有如此强大的神力威亚 定是太苍神强 太苍神强 终于现实了 天地陛下有令 若是遇到四位真神的神器 必须送回天宫 你们在这里等着 不要靠谦 师兄 师兄 火气凌 是神兽火气凌 火气凌 东华坐下弟子贤善 奉师命 寻找白绝真神神器 不义冒犯太苍神强 还请您 息怒 滚 走 回去禀告师尊 快走